我们今天的内容是寻找自己的音色特点 以及声乐的正确发声位置 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音色 流行唱法跟美声跟名歌是不一样的 美声名歌它的发声的位置 它的都是有一套系统的理论 都在一个位置 但是流行唱法并不是这样的 我鼓励每一个人去寻找属于他自己的音色特点 因为如果你跟别人的音色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不会欣赏你的声音 因为你只有有自己的特色才会欣赏你的声音 接下来我们来说声乐的唱流行歌曲的发声的正确位置 我们首先来做一下正确的示范 我们这首歌是用的苏瑞的牵手 因为爱着你的爱 因为梦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因为路过你的梦 因为苦过你的苦 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 追逐着你的追逐 什么是正确的发声位置 就是在你面部表情最放松 最自然 不娇柔作作的 把你的口腔稍微打开一点 上次一堂课我在教大家做惊讶式呼吸的时候 就在这个位置 最自然的 最本质的 最流畅的 这个就是你最正常的发音位置 我们来做一些错误的发声位置 有很多人在咬字的时候 喜欢咬在嘴皮子上 例如他会这样唱 我会做的夸张一些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就是属于甜美派 90年代的很多甜妹子 都是处于这样的发音 还有一种咬字的方法 也是错误的 就是很多学过美声的人 都会用这种发声方法 很多学美声的人 他的流行的歌唱得特别别扭 就是因为他的土字 发声的方法太靠后了 其实就在这两者之间 在第一个咬在嘴皮子上 和非常靠后的这两者之间 用你的惊讶式呼吸 去找这个口腔发声位置 打开一点 因为爱着你的爱 对 这个是最自然的方法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请学生来做一下示范 记得你咬字的那个位置 是在我刚才说的错的 那两者之间 不要学那个在嘴皮子上咬 也不要特别靠后 就在我跟你说的 惊讶式的呼吸的 那个状态下咬字 对 口腔再稍微立体一点 有点扁 这样出来的声音 也稍微有点扁 口腔立体一点 会觉得你的声音 就会更有质感一点 好 唱歌之前一定要做一个深呼吸 气息下沉 一定要气息下沉 因为爱着你的爱 脖子放松 你可以摇头 因为梦着你的梦 换气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对你看你刚才这段句子 就犯了我说 你非要一口气 憋到最后 没有方法再唱了再换气 你刚才是这样唱的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 这换气不好听 在这换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悲伤 对在这换 你刚才是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连起来吧 对再来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换气 幸福着你的幸福 换气 因为路过你的路 口腔打开一点 因为苦过你的苦 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 追逐着你的追逐 对 我觉得你以前唱歌 就是太扁 有一点像我所说的 第一种错误 就是太甜美了 那么希望你以后 唱歌的时候 口腔稍微立体一点 因为这样你的声音 才更有质感 更有共鸣 谢谢老师 那么我们今天 是鼓励大家 找到自己 属于自己的声音的特色 以及怎样找到 正确的发声位置 记得我说的 找到你的惊讶式呼吸的状态 那个就是你正确的发声位置 希望你们自己好好体会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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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